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琴 普京是下令三维一体的核战略演习 而且发了三枚弹 但是这个三枚弹发射以后 美国和中国发射东风31AG之后的表现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俄罗斯人被侮辱了 你看一下 普京现在看的 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通过这个反应 这个细微的反应只有咱们频道在关注 10月29号普京亲自下总统令 俄军进行三维一体战略核力量演习 对吧 普京同时还说莫斯科需要让其核力量随时待命 说这是一场战略威慑力量演习 既然是威慑性的演习 那自然是 对吧 你得打几枚弹嘛 俄军一下子发了三枚洲际弹导弹 俄图95MS远屏炸的红炸机也参与演习 而且表现亮晕 那么关于洲际弹导弹 咱们知道 咱们九月份是否往太平洋发射了一枚 中风31AG 也是中国时隔44年 再次发射应该是往外部发射洲际弹弹 欧美国家当时非常关注 还记得吧 当时西方媒体各种报道 他们在质问独家大楼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应对中国东风30AG 实在没办法 五角大楼官员站出来回应 说中国在试射前就通知了美国了 就是有助于防止无盼 就是说什么 就是你中国是好样的 你跟我通知了 看得出来五角大楼相当紧张了 这个还是中国事先通知情况下 通知你这么紧张 如果不通知你 你可能就是临战了 俄罗斯现在发射三枚 中国只发射一枚 还不是东风41 是东风31AG 美国人很紧张了 俄罗斯一下发三枚洲际弹弹弹弹 然后五角大楼反应是 五角大楼莱德是这么说的 原本 俄军此次只能算是例行演习 没啥值得意外 你从这个语气当中 你看不敢得罪中国 但是认为俄罗斯 你就是个普通演习 三枚洲际弹弹弹发射完 三枚一体的发射完 美国人就给这么个答案 这和中国相比 对中国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而且莱德还是第二句话说 这次演习中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会导致美军改变军事部署的情况 这是极大的侮辱 三枚弹美军都认为你肯定是完蛋 说实话 五角大楼这个回答的确实误辱人 主要是跟中国一对比 相当误人了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 俄军整这么大阵仗没用 人家根本就是不怕你 瞧不起你 这演习白瞎了 一边是面对中国 然后他非常紧张 另一边是面对俄罗斯 非常非常嚣张 这个美国确实在区别对待 对吧 但是这种状态美国媒体公布的全球军力排名榜 其实不匹配的 按理说俄罗斯排的老二了 美国排了全球军力里边 俄罗斯 前五是俄罗斯美国 就是他把俄罗斯排第一 他还不是老二 俄罗斯美国 以色列中国韩国 没听错 韩国居然排中国后边 紧挨着 这个排名榜是通过民调得到的 据说查了几万人 这个事儿让俄罗斯人非常自豪 就是他们超过美国了 但是也是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意外 就是说 怎么我们现在居然不如以色列 我们现在是 你说老三吧 对吧 我怎么只能排老四呢 这个排行明显就有问题 要判断国家真实军事 真实的军力水平 要看他死对头 紧张程度 而不是看这个 你这个所谓的平 排行榜什么 平选 你要看印度 你就看巴基斯塔 就是你的邻国死对头等等 他们的反应程度 可以看出来 相对于民调 结果 五角道楼对中俄的态度 就本身就不一样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普京威慑美军就失败了 这场战略核演习 至少他应该吓唬住了欧洲 他没吓唬住美国 下入欧洲应该可以 普京非常聪明 他出兵打乌克兰的目的 从来就不是为了挑衅美国 他是为了让欧洲看清楚美国这面目 实际就是挑拨欧洲和美国关系 只有当欧洲人看清了这一点 他们才愿意坐下来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 才会有真的根本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希望 俄罗斯这个国家 才能有未来 就继续向欧洲融入 这个才是普京最关注的 而不是什么核武器 不是什么刚才讲的这几个弹 至于美国对中俄的不同表态 其实也给中国提个醒 就是告诉中国俄罗军的特种特别军事行动 种种的演习等等 什么核弹等等 包括俄罗战争本身 他就没有美国人就没有把俄军放在眼里 都是没有把美军的关注点从中国身上移开了 就你在那放多少弹 我这边关注点还是在中国 就是核心还是紧定中国 你都没有意 咱们吸引我 没用 致使之中美国最防备的一直都是中国 现在至少这个事 我觉得大家能确定 没有任何问题吧 大家都能确定 至少俄罗斯放完蛋以后 美国表态看 还是紧定中国 没有变 最后咱们讲一个对俄罗斯非常尴尬的情况 就是他居然没有赢 泽连斯基又没有赢乌坎 你连乌坎都没有赢的情况下 你跟中俄本身就不是一个维路了 你看我们中国多次劝普京该收手就收手 实际就是告诉普京 你不是有实力的国家了 你该谈判就赶紧谈判 但是可能现在已经晚了 普京没听 他现在呢 泽连斯基也好 普京也好 现在其实都陷入到一种惯性当中 现在泽连斯基突然就逼急了 他现在向中国求救了 明确说愿意接受中国和巴西谈的和谈条件 他呢 在这个逼急了之前 应该是主动去咬库尔斯克 应该算是成功一半吧 因为他咬下了这个一系列的战果 但是呢 最近又去咬车臣啊 这个挺有意思 卡德夫说要报复 普京也说的没错 核武器非常重要 但是眼下 再强大的核武器 都没法让库尔斯克和车臣处于绝对安全上的 就无论如果普京也不会傻到 用核武器去消灭入侵的乌军吗 这个和苏35去轰炸乌军攻势啊 就完全不一个维度 那么眼下这场战争打两年多 从头到尾 普京都需要惧怕一件事 就俄罗斯本土要遇袭 他最担心就本土遇袭 是不是这个车臣遇袭了 美西方的研究该不该 允许让乌军使用中远程导弹打个温土 就只要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松口 那基本上北约就下场了 而且人家乌坎盈利吧 改完法了 外国人可以指挥本国部队 那么普京最大麻烦就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再征招一百万的话 你其实俄罗斯的幅度辽阔 你也无济于事 所以目前普京做一切 其实都是在我最后崩盘之前 我一定要威慑对方 不能让对方靠近了 就是战力威慑 而美国日本韩国现在显然没上当 俄军现在威慑力量 其实还是非常有限 美国人也是瞧不起你 五角大楼这个莱德就说 我认为没有必要 对这个演习改变兵力部署 说我们对普京的行为并不意外 看到了 他们是真的不怕俄军 我说这个对俄罗斯的误误 五角大楼这帮人做过 所有的分析以后 真的是不怕俄军 他现在怕的是中国解放军 俄军底子本身在俄乌战场 已经完全暴露了 你仔细想想 你还有什么秘密 打仗的战术全落 五角大楼的分析员 天天都在研究俄军战场表现 也确实研究很透了 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最大的不同 其实就是俄罗斯把这场战争 只当做特别军事性 而乌克兰是要 他是不允许行动 能够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巨大冲击 也说乌克兰民众 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了 那么相比之下 俄军现在虽然在前线占上风 对吧 但战斗意志 或者说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你能坚持多长时间 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希望普京听中国的 能够早点的去和乌克兰谈 我们也就是劝 你说他能谈吗 他谈不了 泽连斯基现在突然间180度转弯 说愿意听取中国和巴西提出的和平方案 这个事实际还是因为顿巴斯战场 顿巴乌克兰东部的战场 他应该是有巨大损失 前线的问题 现在他们曝光了 兵力不足 人快打光了 包括弹药缺乏 腐败严重 管理失序 管理失衡 等等问题全出现了 那就是说22年的秋天 俄军和乌军还能在哈尔科夫打成平手 所以你说这个俄军现在要跟乌军打平手 他有什么实力去挑战中国和美国 还是开篇讲的 泽连斯基现在转向180度掉头 可能已经晚了 就是普京现在处于俄军处于上风 普京是正得意的事 你让他就收手吗 你找人谈 人家会跟你谈吗 就算是中国现在劝和 俄罗斯也未必能把已经占的领土全部让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就是现在就算是双方真的就这么谈 没有中国 就你双方之间就这么谈 乌坎尔战场上 得不到东西你在谈判桌能拿吗 这个 那就说泽连斯基要面临艰难选择了 就是他是否接受俄领土回归俄罗斯下有的这个领土事实 包括接受这个意味着就是丧权五国了 他个人就会被立刻定在历史处置上 那么乌坎尔历史历史一定是有这个 有泽连斯基和俄罗斯领导人这么这么一幕的 未来是一个传说了 有关系的领土回归 和俄罗斯领导人这么多的领土回归